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今天讲桑普讲川普讲侵侵 当然讲这个题目,有一帮反对侵侵的人在留言 或者其他地方骂我桑普讲川普,那些意见不合听的 不要紧要你们尽管去讲,但我只是讲话 大家可能通过这节目听一听我讲的话 重新想一想,究竟你们反对川普的一些东西是否讲得对 或者你反对的位置是否有根据 我们经常都说,每个人有很多成见的,包括我在内,包括各下在内 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的多的事 但我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次,将法律摊出来,将事实摊出来 摆事实,讲道理,将这一宗所谓的暗口废案 就是这个所谓的暗口废案,能够搞清楚 其实这些判决,所谓陪审团,12个陪审团一致判决他有罪 34项重罪,究竟是否真的会牵起牵延大波 是否等于他要坐牢,是否等于侵侵真的有罪 是否等于不可以上诉,是否等于他不可以参选等等的问题 这一节都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解答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都看到 在YouTube上面是会大幅压关于川普的流量 I don't care,我是继续会讲的,因为我讲的事,我都讲给大家听 我不是为了点击,为了大家的支持而讲 是我清心直算我自己的看法 OK,不会追逐话,人讲可白,我讲可白 人讲这个,譬如说那些所谓的杜拜王子,我又讲杜拜王子 这些剝花生,就是称流量,就是国语这样说 就是你去人家点击高,于是你用这些关键字来掃 必定是有revenue,有广告收入 我不是重视这一点,是讲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为何讲刘世良,是因为这件事牵涉到 一个民主派的评论人,如果他丧失了一个道德资源 不讲诚信、侵权,只有赖死,继续文过式非 每次解释,新的出包的地方又出来了 那这些情况是否可以接受呢 那我们觉得我们欢迎他们来道歉 欢迎他,好似天安门母亲的呼吁,就是问责 道歉,赔偿,我觉得未必需要,除非家人需要 但你将你不法所得捐给慈善机构 这才是我们的呼吁,你真是道歉,去认错,消除影响 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事 不是说,好像周首人说的那些 就是,宽恕大过天,天主教的人宽恕所有人,所有事 不是这样去处理的问题吗? 你宽恕基础是什么?别人认错,别人去道歉,别人去消除那个问题 问责,然后呢,应该赔偿的就是赔偿,不应该赔偿的 或者不选择赔偿的就是撥捐你的不当得利呢 不当所得,去到慈善机构道,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嘛 今天一个月开案了,刘世良夫妇还没有回应 聂德宝讲完了,三样东西,三支箭插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不理,不问,不问,以为这样可以直直无明过去 记住,我未必会天天都会讲刘世良 但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件事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同样道理,关心Donald Trump这个判决的人呢 我们都希望大家关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Donald Trump基本上有四个刑案在身上 第一宗的刑案,我先不讲那四宗 就是insurrection那些,后面那些先讲 他在这个11月5号大选之前,都要面对这四大刑案 insurrection那宗案件又牵涉到联邦最高法院 是不是批准他有这个总统豁免权的问题 那我们迟些先讲 我们先讲这一宗所谓Stormy Daniels的案件 所谓Hush Money Trial,即这种标签是否成立呢 如果各位不要做一些所谓线色声的事 或者引导带风向的事 应该是讲一个所谓的Falsification of Business Records 即Falsifying Business Records in the First Degree 即是叫偽造商业纪录的审判 那你就这样写吧 但你看到CNN,BBC,MSNBC 然后去到所有的左交媒体 无论是路透的美联的发广的 全部这些左交,即左派的记者当道的人 于是乎写成Hush Money Trial 其实这件事基本上是一个Framing 这个本质是一个什么案件呢 是一个偽造商业记录的 所谓的涉嫌的案件 这个涉嫌我会告诉大家 根本上我觉得是毫无证据支持的 而这些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是相当邦谋的 首先讲一讲这件案件的案情 5月30日下午5点钟纽约时间 纽约市的陪审团12人经过10-11个小时的商议之后 一致裁定Donald Trump罪名成立 罪名成立就是这个偽造商业记录 一级偽造商业记录的犯罪 总有三十四个counts 三十四宗 全部都是这个felony 即是重罪 那这些民主派的人 甚至这个控方 Alvin L. Bragg就认为这个法治的彰显 陪审团已经讲出他的声音 接着看到这个以前帮过Trump 就是判离Trump的Michael Cohen 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证人 然后有其他补强的证据 Corroborating Evidence 有证人David Packer 有Hope Hicks 等等的人 还有很多电邮信息 银行账户的资料 补强之后12个陪审团 就一致裁定 侵侵有罪 涉嫌制事件 这也涉及到在2016年 即是8年前 一个三级片的验星 Stormy Daniels 这位女星是说她是收售过 侵侵侵给她的13万美金 130,000 13万美金的饮口费 那就是涉及到 再之前 10年前 有个Sexual Encounter 就说她有上床 这样 侵侵就完全否认过上床 这件事 完全是觉得这是 code up的一件事 当然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 an other factual issue 我先不碰这个问题 因为本案这件事 和这件事无关 本案涉及到什么呢 就是说对于一些 在选举申报上面 对于普通的法律支出 控方就认为 特朗普通的法律支出 就是写了出来 而事实上 这个不是对于法律费用的支出 而是涉及到 去还回给Cohen先电支 就是特朗普当时的lawyer Michael Cohen 所电支的13万美金的饮口费 整个审判甚至无判决 或者是传媒的文字 都说Cohen是一个fixer fixer是什么呢 用广东话说是下把 安排者 就是说专门就是那些 侵侵的手手脚脚 你先电了它出去之后 侵侵再给你13万 就是换言之 我给你一笔钱 不是legal expenses 不是律师费 是reimbursement of your hush money paid to Stormy Daniels 13万 那么他觉得这个reimbursement 给这个是Michael Cohen 不可以视为一个法律费用吗 那么你申报的时候 申报了有11张的发票 eleven invoices for legal services 11张checks 11张支票 paid for legal services 12的ledger entries 在会计上面呢 有12项目的这个entry for legal expenses 所以11加11加12是34 将同一案件每一张发票 每一张check 每一个ledger entry 将它拆分成为34个count 这个真是象心独运 我想其他案件是这样的处理吗 这单同一案件 你只有一个count 如果你认为它是偽造商业记录 应该是one count 你把它分开这么多样东西 更得了的 很简单 如果这样说法 你杀一个人 你可以告他很多次了 一刀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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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捅了十几下才刺死那个人 那你不是告他11个counts of murder呢 这些就是说 这件事很荒谬的原因 其一 34样东西 分别是11张发票 11张check 和12个ledger entries 你将它全部拆掉之后 变成34个counts 是否极尽荒谬和违背常识呢 你说可以 technically可以的 那你不是告一个 统了11刀的人 11counts of murder呢 一级谋杀 二级谋杀 man's love to murder whatever 11刀就是11个counts 你不会的嘛 为什么不会呢 就是选择性的严厉 选择性的 这种轻松 和我们的法律常识 很荒谬的 好了 你说桑普 我当你一宗 OK 我们就讨论那一宗 我先不要说34个counts 成为普通法律支出 他要讲清楚这一点 OK 而他认为呢 conceal 一个scheme to corrupt the 2016 election 就是说呢 特朗普是有个目的在后面的 目的呢 就是希望呢 去隐藏一个呢 计划 有一个呢 所谓的谋划 去这个 这个 这个 corrupt corrupt 2016的 election 这件事就是说 等于说 我要隐藏口废 等你不会爆料 于是乎 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但这一点呢 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 究竟我们怎么看这件事 这个涉及到 felony 重罪 和轻罪之间的分判 因为重罪呢 那你一定 除了证明有falsification of business records之外呢 还要with the purpose 去协助 参与掩盖的真相 而这个真相 就是成立一个其他的犯罪 而这个其他犯罪是串谋 是一个conspiracy conspiration 去违反 州选举法 说清楚 你要成为一个重罪 在纽约州这个地方 你要成立一个重罪的话呢 你除了要有falsification of business records之外 你要成为first degree 这个重罪的话呢 你一定要是 这个偽造商业记录之而呢 要协助 参与 去掩盖 这个所谓的 这些其他的真相的问题 这个地方是需要讲清楚 而串谋违反 州选举法 州选举法 我再说一次 州选举法 串谋违反 州选举法 才是真正的一个issue 但是2016年的选举是什么呢 联邦总统大选 那你的控方 为什么还说 这个串谋违反州选举法呢 他的州有办投票 不等于这个州选举法嘛 他是就算你说了 他是要压低 这个他自己的丑闻 他希望呢 将自己的丑闻压下来 他是串谋违反 联邦总统大选法律嘛 而这种意义 在black and white的black letter law 没有写到说 村谋违反federal or state election laws 他即是说 the conspiracy to violate state election laws 那你即是说到最后 你严格按照普通法律的精神 法律未改变的情况之后 你不可以老屈他 村谋违反州法律的嘛 我经常说了 有很多支持法治的人 一见到特朗普 就所谓意粉填膺 起了降 我就去和大家说 你用一个叫第一级的 偽造商业纪录去告特朗普 用重序来告 根本上你证明不到必要的控罪元素 也就是我称为的构成要件 就是串谋违反州选举法 因为他没有违反州选举法 一看就知道 所以为什么很多律师就说 你控罪不当 法律上有问题 一上诉 侵侵赢面极大 这个其中一个原因 我再讲其他三个原因 为什么他会成立上诉的原因 等一下会讲到 好了 这个就是那个事实 OK 这两点呢 就是说 一个就是涉及到 这个是 为什么插分为34号控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成为重罪 全部都是 code up 出来的 而当时候 2022年2月 在当日 Alvin L. Brack 当时 上任 上任 成为曼哈顿区 檢察官 District Attorney 那一天 他就基本上不想再告这些案件 但后来似乎有股势力 要他一开始的案件 然后他按了下来 之后股势力使他再推回来告 于是乎呢 找到这些所谓的34项的所谓的证据 就是告 然后觉得 Jury 他已经讲出 最重要的 Evidence 证据 最重要的 Rule of law 最重要 I did my job and we did our job 这种东西的话 我已经做完我份工了 那么这个 告诉谁呢 是不是告诉他背后的人 听 不得而知 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古怪 You did your job for whom 你帮谁做完你的工作呢 这个才是问题 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检察官做好你的工作 你有做好这份工作吗 刚刚讲了 Conspiracy to conceal 这件事是违反周选举法 什么 没有 而你的控罪这样写 是不是根本上你证明不了这件事呢 没有讲到 但 居然 法官 包括这个judge Juan Mershan Juan Mershan 这个judge 没有很引导陪審团 而陪審团 他所做的所有的半决 有没有真是斟着这一点去做考虑呢 我觉得这个真是重点所在 所以你违反法律的东西 上诉 令到侵侵得值机会 是非常大 不过这个匡日挥时的东西是相当需要时间 好了 即是Brett 前居 前公而后居 Michael Cohen 亦都是前公而后居 Michael Cohen 在川普在5月31日 在这个Trump Tower记者会都说 他是个lawyer not a fixer 这个standard procedures no crime 因为整件事牵涉到的NDA NDA 而NDA 就是liquid expenses 这个就是侵侵不断的辩解 今时今日 你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法律支出 应该就不成了 因为呢 你用来去上付 这个130k的隐口费 但侵侵就是说 我给不钱给你这个 这个律师Michael Cohen 是for an NDA 我给你钱 你和别人删个NDA 至于说这个NDA 他有没有搞过这个类星呢 这个并不是重点 有可能搞过 而且他可能不搞过 川普认为他没有搞过 但有没有搞过 你不断stirle the troubles 是不是 你不断讲一大堆抹黑我的东西 想搞我的东西 我就是 叫你 喂 我就是给你做个NDA 你帮我手 去就是叫他 删一个non-disclosure agreement 什么NDA 保密协议 保密什么 你不要再说这些 垃圾的说话 我没有跟你发生过关系 你再这样说不行 你要钱而已 给你 是不是 好像KOL说 你们再这样 陈翘家人再说那么多 我给钱给你 你可以这样说 那给钱给你 是否换来了公义 未必是 那事实上 对方有没有真的 和川普发生关系 这个是没有办法有证据 你是不是有录影带 还是你谁有认过这个 现身说法 是不是在说一个 这个问题 各位 这个并非本案的问题 成年人和成年人 去发生性关系 他发生sexual encounter 他没有说过强奸 梅拉利尔也没有认为 川普也真的和他发生性关系 川普也和他否认 发生性关系 这是灵案 你要灵案去处理这件事 如果他真的搞那么多 trouble 给一笔眼帽费给他 你不要再说那么多东西了 即是说 NDA 川普已经在Trump Tower 5月31日的记者会说到 这个是NDA 即是给这个 Michael Cohen他的律师 去和对方去添一个NDA 这个不是Legal Service 是什么呢 所以你说 这个是不是普通的法律支出 是 他认为Legal Expenses 他完全觉得 没有任何偽造商业记录的问题 这个是川普一直以来的主张 但是呢 这一笔培心情完全不听这个东西 他觉得 你基本上呢 就是偽造商业记录 那么你认为法律 费用支出 何来偽造呢 ND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保密协议 请问何来偽造可言呢 是不是 你就将它包装成为一个掩口费 hush money 不是NDA case 是hush money case 这个很奇怪 然后你使得整件事抹黄 Donald Trump 抹黄 这件事呢 就是这样发生的 OK 好了 那 我也说过了 Trump的前律师Michael Cohen付款 遵照Trump的直接指示 这个控方的说法 就是Michael Cohen是当时 Trump的律师 后来他搬离Trump 那 当年Michael Cohen遵守Trump的直接指示 那之后呢 给了钱给这个130k 13万 给这个 Solome Daniels 跟着呢 Trump就给这笔钱 给Michael Cohen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所谓的 费用 但我说过这笔费用 Trump认为NDA的费用 而不是给一笔钱做掩口费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是很荒谬的 另外Trump就觉得 现在 档案中的法律费用是对的 是Legal Fees 再说多次 Eleven Invoices for Legal Services Eleven Checks paid for Legal Services Twelve Ledger Entries for Legal Expenses 就是十一十一十二中的三十四 就是三十几四个accounts 刚刚说过了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这样 那你说8年前150k 15万给个Playboy的model 他又发生关系这些事呢 空月来风的事我们不说了 因为呢 至于今天你涉及Me Too 你涉及性侵 那另外一件事 那你说通奸 通奸各位 不是一个刑事案件 以及你要问一下梅拉利尔的意见 对不对 梅拉利尔都完全stand behind 他的husband 你有什么好说呢 好了 你说这件事有通奸 或者发生性关系 各位你都要拿出证据来的 到今天 举证责任 就是指证Trump 发生过关系的一方 那请问有没有呢 没有嘛 OK 整件事的issue 是不是Trump 又跟Stanley Daniels 发生性关系呢 No 这个Stanley issue OK 整件案的issue就是说 这笔钱 是否真真实实实的一个legal expenses 应该负举政责任一方 要证明今天Trump 并不是给Michael Cohen一笔legal expenses的费用 It's not for an NDA 那你要证明这一点 全案没有说明这一点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接着说到最后就是 falsification of business records in the first degree 你要由misdemeanor 就是轻罪去升格成为first degree的重罪的话 一定要证明 conspiracy to violate state election laws 是一个串谋违反州选举法 而这次是联邦选举 简直这个控方文不对题 完全不符合控罪元素和构成要件的东西 照样拿出来说 这件事很令人沮丧 最沮丧的是什么呢 无论你觉得川普有没有罪 为什么他判他有罪的时候 大家在那里欢呼 大家在那里狂闹 无论哪个主流的媒体 CNN BBC MSNBC ABC 接着一大堆的媒体 包括了法广美联 或者是路透的 大幅就是在那里欢欣鼓舞 接着一大堆的人在庭外 其实那些人不是很多 大部分都是支持川普的 一小撮的人在那里狂欢开香槟 民主党的地方是开香槟 很多反对川普的人是开香槟 你开什么香槟 如果这个人你觉得有罪 这个美国的悲哀 为什么有一个前总统竟然是有罪 你会觉得是一个sad 如果你认为川普没有罪 你觉得司法已死 你觉得川普是一个政治犯 你觉得sad 你觉得sad 你应该觉得 这件事是很不值得慶祝的 当你慶祝 你sick 你不是sad sick people make great mistakes 你是因为你们的sick sickness 你们真是精神上有病 才会慶祝 有什么好庆祝 你觉得这样 就以为你真是 我全世界在笑着你 是吧 我会觉得这件事是sick 有什么好庆祝 今天就算你捉到拜登 Hunter Biden 找他的儿子去制下旗 就算是这样 我觉得Hunter Biden 他真的有罪 我都觉得是对的 但我不会说 帮我们开香槟庆祝了 Hunter Biden 终于落网了 我这件事是荒谬的 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一种呼吁呢 这是一个国家的scar 是一个耻辱 是一个创伤 你怎么会觉得是一个 一件开心的 值得可以庆祝的事呢 各位 大家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好了 我们继续讲 关于这件案件 第二个问题就是 请讲案情 第二件事就是 会不会入獄呢 答案是不大可能的 我再说一次 Hush Money 你就算说 掩口费 被人掩口费 是不会犯法 是偽造商业纪录 才是犯法 我就说 这个没有偽造商业纪录 in the first degree 没有一级偽造商业纪录 因为它没有 conspiracy to violate state election laws 好了 就算你说 不要first degree 就立即变成misdemeanor 那你控罪是说 Fanaly 是一个重罪 你根本就打掉了 除非你变更法条 就change the law of prosecution 就变成一个misdemeanor 轻罪 我即使跟你讨论 这个偽造商业纪录 是二级三级四级的 whatever 更加轻的罪行 但我现在更加最严重的地方就是 这些没有任何要犯罪的纪录 这个没有判监的必要 好了 就算你说first degree 以前在纽约市 纽约州的大部分的判例 都是叛刑 罚金 或社会服务令去解决 不会去判刑的 很极端的情况 很极端的情况 是牵涉到有诈骗的问题 fraud的问题 才会判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尽管这个控罪在色套法条上 可以最高判到四年有期徒刑 那么你三十四宗控罪 每个判你四年的话 可以判到一百三十六年 这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 但事实上 你这些左胶浪费了 整件案件你说要判到有罪 而且要判到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都需要证明到侵侵有诈骗 整个案件没有fraud的成份 整个判决有罪判决里面 没有fraud的成份在里面吗 没有骗人的成份 dishonest的成份在里面吗 没有fraud 如果有的话已经写清楚在判决书里面 那你基本上 你判有期徒刑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极大机会判换刑 佛金小服务令 那你说桑普 你现在的法官很愚蠢的 是啊 我都说 不容易的 即是说现在的法官 分分钟就是说 硬硬来要判他有期徒刑 那你判有期徒刑 可以 我应该到他选总统 我等一下告诉大家 但这个我想是极低可能性 大概都是换迎佛金小服务令 即使你反唇相机到处去骂法官 大哥你没有违反gag order gaggaggagorder是什么呢 就是说法庭限制特朗普不在外面 去批评证人 扮没有限制法庭批评法官 这个就是gag order 特朗普在庭外不断批评法官 或是rigter 或是corrupt 或是很多fascist 或是拜登 这些完全是言论之后 他不可以评论什么呢 Michael Cohen David Packer Hope Hicks OK 但他可以评论什么呢 Brag 可以评论 Brag就是一个恐慌 法官 judge John Merchant 甚至 Stormy Daniels 甚至 整个制度 这个gag order 不会禁止 他这么说 好了 川普现在 被判换刑刑罚金 社会服务令 机会是90% 剩下少少机会 他会判有期徒刑 基本上 New York State 是uncommon 一个有犯罪 而没有前科的人 无犯罪基督的人 判入狱的机会 极低 而我再说 要判入狱 都要涉及诈骗 这宗案 没有 所以就说 最后 就是罚钱 搬刑 甚至 可能会网上 去做活动 和集会 你限制我居住 我只能够这样 接着 什么时候判刑呢 7月11日 上午11点 大家知道 大概 在台北时间 7月11日 10点 PM 就会有结果 这件事 都会发生的情况 川普现在的代表律师 就是Todd Blanche 川普会出席判刑的聆讯 和判决 这个也是在共和党的 这个全国大会 RNC 就是Republican National 这个conference 这个举办 之前在Milwaukee 应该是在Milwaukee 就是Minnesota 这个地方举办之前 Milwaukee的Milwaukee Milwau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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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地方 举办之前四天 因为共和党的 这个全国大会 在7月15日举办 正式提名川普 川普 当然现在已经是 讀定是他了 毫无疑问的了 要在这个时间 判决 Todd Blanche 就是川普 想坚持的 当然 7月15日判刑就是这样 所以就会在 共和党全国大会 之前四天去判刑 接着问题就是 川普能不能参选的呢 答案是可以的 按照美国宪法 一个美国人 35岁 美国出生 Naturally born 在美国出生 住在美国至少14年 就可以参选 即使他有罪 即使他服刑 即使他困在监狱里面 依然都可以参选 当选 执政 成为美国总统 你说多错都好 你说多荒谬都好 这个就是现在的法律 所以那些法治的人 你看看美国的宪法 怎么规定 你觉得荒谬的 一个罪犯 怎么可以成为总统 是你的偏见 是你悲观 意思是 美国宪法 绝对容许这么做 所以能参选 能当选 能执政 能不能上诉 当然我说过 上诉机会很大 Tot Blanche就问 judge 可不可以接受他上诉 这个judge竟然拒绝 但是上诉要再判刑口 这个明 因为现在判了罪 还未能够上诉 判了罪 还会判刑 才可以上诉 所以7月11日判刑之后 肯定会在纽约上诉 可能去到纽约州的上诉法庭 甚至没有联邦上诉法庭 都未定 到时候看情况 现在有四个原因 它怎样上诉得值机会极高 刚才第一个说了 控罪不当 偽造成为重罪 felony 而不说misdemeanor 重罪就是falsification of business records in the first degree 就是偽造商业记录 一级偽造商业记录 而这个需要证明串谋违反州选举法 但事实上 顶多只是违反联邦选举法 但没有州选举法的违反可言 这个是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impossible 第二件事就是 他质疑这个法官偏颇 因为法官的女儿 这个judge john mershan 法官的女儿 是开律师楼的 这个律师楼服务很多的民主党人士 包括 包括joe biden 和卡玛丽海里斯 即是总统副总统 都是他女儿 律师楼的重要客户 那你根本上 就是瓜田理下 应当回避 法官偏颇 就是有这样的疑问 这就是not seen to be clean 而不是whiter than white 这个问题也相当存在 第二 第三件事就是 法律另一个错误 因为这个judge mershan 是相当messy 他是允许了陪审团 去听取stormy daniels 一些涉及到淫荡的公词 那么这个 允许了向陪审团 给他听一些stormy daniels 淫荡公词 第一这个indicent 第二是irrelevant 和本案无关 那么这件事的话 影响到陪审团的心症 第四件事就是stormy daniels 他在作公的时候 他淫荡的statious的testimony里面 他形容有高有老的侵侵 就是权力不平衡 他说他强奸的狗哨子 那其实这些这样的说法 完全将他坐下去 强奸的rapist的dog whistle 那这些这样的说法 完全是和本案无关 如果你要告他就告他强奸 OK 你便告他rape me too yes you go ahead 你本事就告 为何你不告这件事 整件事 我说明 如果你今天一个女性 如果你要告他强奸 请问 你是不是应该要 就是用强奸罪去告他 或者是控方用强奸罪去告他 你不是 OK 你搞那么久 搞了那么多年 2020年不搞他 2017,2018,2020年 2021年 22年都不搞他 今年才搞他 跟着2024年才做判决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 整件事你摆明是报复 是不是 就是这个地方 就等你最后 你敢不敢 你敢选 你敢选 好我就搞你 这件事很荒谬 如果你一个正常的人 是不是应该要说清楚 这个是否强奸呢 如果不是强奸 那为什么 就是这件事 你要说这么多 这些东西 完全是误导性的消息 而法官没有阻止 也没有排除这些有关的东西 就是没有说陪审团上述的说法 和同伴的没关 你千万不要听 当抹了它 应该这么说 还是没有 所以陪审团被引导的情 没有被法官合法合理引导 这个本身就成为了一个上诉的主要理由 这个大家要常识 就是不需要读很多法律 这四点 请问你怎么拼呢 那你可以拼我 逐一个 逐个和我拆 怎么拼 是不是 根据现作的选举民意调查 发现 就是有些左交的NPR PBS 这个Newshouse 就是Newshouse 和Maris 他们说67%的选民 不会因为这件事 会受影响 他可能说会冲击到那些中间选民 就是那些左交媒体说 冲击到那些左交选民 中间选民不再投川川川票 他甚至无认为 有三分之一共和党的支持者 会因为川川判有罪 而不再支持川川 说到这么大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川川在5月31日的 川川川的记者会上说了几句说话 他说 第一 在5月30日 短短10个小时内 他有很多小额募款 什么小额募款 他说这个破了美国历史的一个记录 就是在10个小时内 募得39米 即是3900万美金的款项 我再说一次 39米 有人说是34.8米 但是呢 川普在当日 在这个5月31日 川普塔尔说是39米 无论是34.8米 还是35秒 或者39秒 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而短短10日内 募得3900万美金 我再说一次 3900万美金 你自己乘回港币是多少 的选举经费 证明到呢 民意非常清楚 记住这些小额捐款 不是共产党啊 习近平啊 这个普京啊 他做这件事 小额捐款 是10个小时内 你可以查的 如果你说 是中国或者这个 俄罗斯给钱给他 你就讲证 摆事实讲道理 小额捐款 很多支持 美国人很笨啊 不 这个是激于意粉之后 更加支持 OK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 第二件事 根据daily mail daily mail daily mail 这个po 就是这个民意调查 特朗普是在 判决后12个小时内 民意是升了6% 即是证明呢 你这个三分之一共和党人 不支持呢 都是假的 而且他一定会提上诉 他突破那些所谓的gag order 不让他说话 这些什么 他认为这个judge 是一个呢 暴君 tyrant 而他认为呢 很多的media 都是偏颇的 他再次重申呢 拜登是一个manchurian candidate 是一个呢 叫满洲国候选人 那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呢 他为外国势力服务 那他就指出了拜登和中国 和俄罗斯呢 很多过程事物 甚至呢 他说莫斯科市长的这个太太 也都有350万美金的交易 那你看到这个东西呢 那我当然他说的东西呢 要去sustain一些东西呢 他说的证明 OK 但这个东西的话 不是沽妄停止 但是在没有证据之前呢 我都说你不需要尽信 那他都说得很清楚呢 这个是 他们之间过程事物 所以真正卖国的是他 而是重申 拜登 一来写到通胀很严重 税很高 另外呢 也都corrupt 很腐化 同时open border policy 是一个大问题 很多很多由Congo的 即是干果的 这个委内瑞拉的人呢 离开了监狱 很多来到这个地方 他说很多migrants呢 即是很多外来的一些 移民的人 很多都住在这些非法夹警者呢 在tanks 即是一些帐幕之外呢 也都住在一些呢 一些奢侈的酒店 一些奢侈的酒店 但是真正的退伍军人 却要露宿街头 觉得这样公平吗 这些说法 那当中有真有假 我自己这么说 但无论如何 他整个意思就是说呢 希望大家动用这个自己能力 在Donald J.Trump D-O-N-A-L-D-J-T-R-U-N-P D-O-N-A-L-D-J-T-R-U-N-P 这个地方呢 去做有关捐款 大家看到呢 在Mega的地方呢 他会说到 这一点是很重要 而他希望达成能源 能够自吸自足 也都希望呢 这个是Rick Child Trial 即是这个 虚假的审判 能够结束的 在这件事发生之外呢 共和党的党友呢 都是极度对他支持 在Fox News 我们看到 Elaine 也有上过一关的节目 另外这个House Speaker 眾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Yonsson 他都认为 这是一个 美国历史上的可恥的一天 shameful day 认为 整个美国司法系统 是被weaponized 武器化的 当然 共和党是不是有一些 和特朗普不同挂的小数派 包括一些共和党的建制派 比如说 马尼兰州的前州长 Larry Hogan 他就说 我们尊重判决 也都劝语 双方便 不要做过激的说法 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看到 当然有动摇派 也都会有 这些支持的人 但看回民意调查 特朗普的民意调查 是直接上升的 上次第一次被人告的时候 也都是一传出被人告 基本上民意调查上升 今次被判有罪 是否代表 民意调查 就会向下降呢 我看到 不是这样的情况 也都不是 专家在事前分析的话 三分之一的共和党支持者 就不再投特朗普了 其实不会这样的事 这件事都希望大家明白 另外就是说 特朗普也都在 这个atrium of Trump Tower 5月31日 在纽约市的这个 川普大楼下面 也都说到 We are going to fight 我们会继续战斗 形容拜登的政权 是腐败 法西斯 也是一个big danger 他是全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 他经常都说 所以美国历史上 十个最差的总统 加起来都没有拜登那么差 他觉得呢 卡特呢 在拜登面前呢 都是卡特 远远呢 是比这个拜登聪明和smart的 他认为拜登是一个big danger 拜登今年81岁 特朗普77岁 其实都是老人家 不过我们不会年龄歧视 重要的是拜登精神一点 有精神异一点 他讲话不会 会不会不记得话呢 那你看看拜登的能力 演说思维能力高 还是特朗普比较高呢 那当然是特朗普高 很多人反对特朗普 就是说特朗普基本上是邪恶的发生 妖魔的发生 发世事 纳水 新纳水 我桑普支持川普呢 就是跟我割席 那我觉得我尊重每个人的决定 我只是说 如果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问题的话 你都不明白什么叫保守主义 什么叫古典自由主义 你都不明白特朗普的意思是什么 你只是针对他那种沙尘来看问题 而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对呢 你对于美国政治是否深刻的理解呢 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特朗普认为是unprecedented unprecedented conviction 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控罪 他自己是一个政治犯 而呢 记住 捐款的账户 他的捐款热线 是很快被人撞爆 也有34.8秒 这个外面报道 但他自己特朗普台报道 就是39秒 无论3500万 还是3900万 都极高的数目 记住这个美金 你乘回7.8只港币 是相当高硬 是十个小时内 达成的结果 OK 他再次重申 Michael Cohen是他的律师 不是fixer 不是 就是浅刻 不是那些所谓的下把 帮他做些狗屎垃圾的人 OK 那这个呢 希望大家都要明白 那这个就是他的辩白了 大家清楚了 所以我再说多次了 他的家人 无论是Melania 或是Ivanca Lara 那时这三个女人 Melania Trump 就是川普的老婆 Ivanca就是川普的女儿 Lara Trump就是川普的媳妇 就是她的儿子的老婆 三个人都相当支持川普 如果川普真的对女人这么差 有强奸 强奸 强奸就是强奸 没有告强奸 是不是和她发生性关系 没人介意这东西 OK 而事实上 特朗普都否认 他曾经和这个人发生性关系 而举政站就是要指正他的一方 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NDA NDA再说一次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就是legal expenses 这个陪审团和法官不接纳 但是更紧要上诉理由 就是涉及到法官偏颇 应该回避 法律有错误 引导陪审团到失当 跟着和一些无关的事实 错误 误导陪审团 控罪不当 误轻罪为重罪 然后重罪是无办法 在控罪元素之下 得以证明之下 草草12个陪审团一致裁决 这是法官引渡不灵不当所导致的结果 因此应该撤销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如果再上诉 什么时候会判决呢 一定在11月5日之后 OK 所以这是第一单案 之后还有三单案 都涉及到其他的控罪 譬如我记得有一单是Georgia 就是他说这个质疑选举舞弊 有一单是涉及到1月2021年的 他就觉得 他就是说什么insurrection 颠覆国家 是啊 就是不知道是告周幸彤 他们颠覆意图 6加6个被告 颠覆意图 现在还未告的是拘捕 但是你看到 这种情况在美国上 真的很可怕 就是用这个司法 当作武器这样做 而Alvin Bragg 为什么前功而后拒 中间是不是有人 一些华尔街集团 深层政府在做工作呢 这个很令人怀疑 但不管怎样都好 这单是第一位美国总统 被判有罪的案件 我会觉得是相当悲哀 我是觉得美国相当悲哀 我觉得不是侵侵悲哀 我觉得整个司法的制度 在纽约州 纽约市 我不敢说其他地方 因为美国很庞大的 很多个不同的地方 我不觉得美国司法已成 no 是纽约州这个法庭 就是令到司法独立和专业蒙污的 而这件事的话 就算你不认同我的说法 你都会认为 侵侵罪有应得的话 你都应该觉得 为美国而感到悲哀 而不是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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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sick it's a bit of sickness 然后再说多一点 你说侵侵不支持台湾 错了 最近他在一个囚款的活动里面 说了一句话 如果俄罗斯去攻打乌克兰 我会炸莫斯科 如果中国打台湾 我会炸北京 那很多人就说 哇 那么可怕 好childish 说完这些东西 是不是真的 对 这件事 说明一样的态度就是什么呢 他不会容许这些发生 不会再容许 俄罗斯去攻乌克兰 不会再容许 这个中国再攻 这个台湾 如果一旦攻 将你整个首都去炸毁 用极高的阻吓力 这个对付习近平普京这些是对的 但是他 就是你对于金刺这些 你有核武按钮 my button is red button is bigger than you 就是说你带我 我带你 带你十万九千倍 你敢炸我 你北京你有本事炸我 DC你说一句 我就炸你北京 如果你攻台湾 我炸你北京 如果你北京跟我说一句话 我会炸我DC的话 我马上炸你北京 我会炸你北京 讲 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叫做纯复狗的方式 Sit 这个才是做事的 拜登 傻傻傻 Blinken 傻傻傻 我就说做事做大的 应该懂得如何做 然后你说这些不行的 做人要君子 Gentlemen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Gentlemen 我对一些Gentlemen 没有Gentlemen 对一些拜女的话 一定意证词业 如果他继续执迷不悟的话 莫怪我会采取非常手段 但我当然是律师 绝对合法的 OK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知道我炸你 很多人说 那你是不是真的帮台湾 Yes 这个才是show deterrence 最近这个刺帮名夫 他已经5月31日 最后一天在这个 《产经新闻》 做这个台北支局局长 也是和《产经新闻》 拜拜 他现在当年是做一个网红 主持人 commentator 在台湾继续活跃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他当年在《产经新闻》 是每天都要写一个专栏 是叫做《今日的川普》 即当时他在北京做事 他是研究很多特朗普的一些说法 当你越研究特朗普的说法 你就知道 他说的每句说话 表面上看来是颠颠得得 傻傻奸奸 实际上是正是对了当时后 地缘政治某一种特定的issue 去拿药方出来的 他这样的说法 其实是亮剑给大家看 你不要轻举妄动 OK 当年他跟习近平说 你不要打算出动军队镇压香港 习近平是听的 接受的 最后就是用警察公安的方式 拌下来香港警察来镇压 OK 起码是将所谓的伤亡减到最少 当然这个不是理想的做法 但是他已经制止了 用军队血洗香港这种灾难 很多人觉得特朗普没有帮 其实不是 这件事已经帮大忙 我再说一次 这件事已经帮大忙 那你说 他是不是救香港 帮香港光复呢 其实这件事就是 看回美中整个博弈的政策 当然很不幸的就是说 香港并不是位于 美国核心利益必需要保护的范围 香港和台湾不同 香港和日本不一样 香港和南韩不一样 它就是位于中国的南方的一个城市 美国会不会帮香港保到底呢 在敌原政治上来说 美国真的没有这样的必要 所以未来香港要忍一段时间 能够使到这个美中关系更对决的时候 去到某个位置 当中共做错一步棋 然后美国大幅度反制 分分钟呢 第一个小则承认台湾独立 第二个就是共产党去进攻台湾 或者日本东海这些国家 接着呢 美国就是大规模的反攻 那这个时刻就是呢 黄岗解纽 整个党纪不振 全面粉碎的时刻 中国必须分裂 香港亦都会谋求到真正的独立自主 我就说 大家要等 不要以为呢 这件事是 我只是 讲一下而已 其实这个希望和信念 是依然在这儿 但你说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啊 我不是上帝 我冰不到大家水晶球 大家要温存希望 才有那天的出现 我经常说 这件事是可遇不可求 香港亦都有很久的风流 现在呢 我都觉得有一段时间的折夺 这个折夺不是说大家是坏人 是香港的运势 即是不行 那你说哪个时候才会复兵 复兴啊 希望这段时间不会太长 否则如果窒息状态太久的话 也都不好 所以大家要温存这个信念和希望 才可以走下一步 希望大家都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我们就下一节再讲其他议题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双普频道 如果你认为我说的不对 也希望说出我说的不对的证据在哪里 让大家参考一下嘛 是不是 不要说侵就是坏人 帮侵侵就是法西斯 双普你收档啦 这些说法 你本身不是个法西斯 我自己这么说 你要说出真正的道理和辩解嘛 也都不需要炒得面红以尺嘛 那我们觉得 川普当政 我认为是更有利于台湾 更有利于未来香港的光复 希望大家明白 下一节再讲 法西斯 是